大家好 欢迎来到慢生活 今天我想 试试 把我们院子里的这一株 白玉兰 做一个花坛 白玉兰原来种在草地上面 但是那个浇水系统 坏了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修 然后要等那个 Gardiner 约了好多次也一直没修 草都枯了 实在不好看 我想干脆 给 他建一个花坛 这是在 Home Depot买的石头 用石头围了一圈 围成一个sircle 然后把那些 花坛中间的那些枯草用 杀草剂杀了一遍 然后加上木屑 这种木屑有杀虫的作用 也可以把那些枯草 掩盖起来 做一个装饰 接下来 接下来在花坛里面 种一圈 秋海棠 做一个矮的花丛 然后 靠近白玉兰的地方呢 又 牵插了一圈 玫瑰 应该是月季了 到时候稍微高一点 这样有一个 凑了有质的效果 这是一个月以后的效果 那个海棠已经长大一点了 但是 有一些草冒出来了 当时 枯草的时候 除草 不是很彻底 后来 浇水系统 终于被我们家男人回来修好了 现在 草地上的草是绿了 但花坛里面的草还得 以后慢慢想办法继续除草 扦插的月季呢 大部分都没有成活 但是这个会继续不断的插 因为有很多枝条会剪出来 其实在 海棠和月季之间 我还种了一圈 香雪球 是用种子撒了一圈 但是 发芽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看来以后还得是花盆 种好了以后 育苗成功了再移栽 才能 成活力高一点 别看着这个小小的花坛 好像工作量还蛮大的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希望 一点点的努力 会越来越寂静我理想的样子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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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